想 我都好想 好像中了頭獎 有事不用做 老闆又催我不著 一日登出涼 沒什麼需要緊張 就是這樣 什麼都不用做 就自理想 我想LMF這首大懶堂 相信是不少70後 80後 甚至90後的集體回憶 但在歌詞的背後 應該更加代表著很多普羅大眾的新聲 所以今天就特意就著這個現金流的概念 或者叫做財務自由的概念 去跟大家講一講一些不同的投資方法 我相信坐在家裡 引引腳去收息的話 每天去做運動 做瑜伽 購物一下 下午茶 不用上班 可能是我們發夢 睡醒 都會笑出來的生活 於是最近十幾二十年 由巴菲特的價值投資 去到富巴巴書籍系列所提倡的現金流投資 其實都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甚至乎我們群組裡面 都有不少成功人士 或者退休人士 在年輕的時候 都投資有到 透過高薪後錄 或者都有加底 現在都做了退休了 就是靠著操作類似 富巴巴這個現金流的投資策略 每個月 賺到足夠多個自己 生活開支有餘的現金流 叫做財務自由的概念 這些操作的好處就是 投資者不用理股價 或者持有資產的價值上上落落 只需要知道股票能夠提供一個現金流的收入 持之以行 就有機會達到財務自由 但是 究竟這個方法是不是適合所有人 或者叫做適合大部分人呢 今天會跟大家去做一些分析 歡迎大家來到平行時空這個頻道 我們是一個由最宏觀的角度 從高空三萬尺 跟大家分享政治 經濟 和投資方向的頻道 在雲雲的股票投資方法之中 現金流投資的策略 大概在20年前左右 自從富巴巴系列的重書 暢銷全球之後 近年大家都很有這個概念 就叫做財務自由的概念 不少的投資者都將焦點放在現金流的收入裡面 研究如何去找出一些派息穩定的股票 或者自己因為這樣就可以創造很多被動收入 當我們每個月的被動收入大過每個月支出的時候 就叫做一個財務自由的狀態 其實在我們的會員群組裡面 也有不少人用這個現金流投資的方法 買了不少的派息穩定的一些股票 每年收息之後 將股息又再投資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甚至乎配合期權的操作 例如用一些股出應股證 即是我們所說的short put來接貨 這個方法可以叫做減低入貨成本之二 有貨之後用來去 股出期權增加回報率 每年其實可以有10厘的回報率 對於不少人來說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但是在這裏想跟大家去詳細一下當中的概念 操作期權收取期權金 以提升現金流或回報率的想法 其實是自欺欺人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利用這個優質的收息股 加上期權金 就等於提升租金回報率 這個概念本身就是錯誤的 我們看看投資者要有相當的數量資金 例如我假設先舉個例子 可能當外有三千萬為例 以股息四例去計算 每年如果我純粹把這三千萬買下去的話 股息就有120萬 每個月就有10倍的現金流 可以說都不錯 挺豐厚的年收入 但是我們還想提升回報率 這個時候我們就加入期權的操作 配合了例如 剛才所說的short put 去買入股票 目標其實就是 用一個較低的買入價 去買入心儀的股票 同時可以收取期權金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當我們每一次去做這些操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 預留一些資金來接貨 而這筆資金 只有兩個來源 一就是什麼呢 本身已經是限制了一些Idle Cash 另一個方法就是 透過借貸而來 其實它兩者之間 其實都有成本 譬如說 是我們限制了一些資金 其實基本上我們可以選擇 其他的資產配置 而去產生 現金流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這件事 譬如假設直接買 那個股票 持有的股票 其實都會有一個利息 但是我們為了降低那個買入價 就用這個期權來操作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們要那些Idle Cash 是有成本 另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不是 如果我有三千萬 買了三千萬 下去的話 我再用期權操作 其實你的借貸 其實同樣地 都是有一個成本在裡面 譬如 那個實際小說來講 好像假設 我有一千萬為例 我留了九百萬的現金 給一百萬 首期買一千萬的樓 收二十五萬租 一年金為例 我認為自己是收 25%的利息 其實這個就是 當中我錯誤的想法 如果你要真實的 了解情況 計算方法應該以我們自己 整筆資金 去除了 我們那個收入 才可以去計得到 那個回報率 而那個限制的資金 雖然沒有投放的投資 要去買貨 但是其實都是成本之一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用一個 正確的方法去計算的話 其實這樣的投資方法 是不是真的有效地 去提升那個 回報率呢 其實就並不是 這樣的回事 另一方面就說 除了計算回報率之外 就說說風險的問題 投資者要留意 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用期權 去做短倉去操作的話 其實 雖然好像可以增加收入 但是其實那個風險 同樣地都是 同一時間 提高了 如果投資者 不熟悉 期權短倉的操作 面對的風險 怎麼說 都不算是一件小的一件事 如果有市況 但出現了一些 跟你預期 不一樣的情況的話 你 虧錢的 機會 就非常之大了 整套的策略 基本上 只要有買貨 和調整 持倉 但其實很少 要減 整個倉的規模 例如 剛才的荔枝為例 一千萬 其實很多時候 你維持貨 都會有 一些百分比 也不會理會 持股 股價的升跌 所以就算大跌 三成五成 都是繼續 長期購買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看 持股所派發的 股息的收入 去製造現金流 但當剛才倉的現金流 比自己支出 再把一些優惠 再買回收息的話 嚴格來說 這個操作 很難做到 資本增值的效果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 甚至乎會 蠶食了本金 另一件事 我們都要看看 其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 現金流的投資方法 當我們投資一些 所謂優質的收息股的時候 本金其實是哪裏來的 大家要問自己這個問題 一般的散戶 其實可能 百多二百萬的資金 這個方法其實是 不能夠產生 足夠的現金流 給你生活 能夠成功 用這個方法的人 其實 大部分人 或者不少 都是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是投資有道 或者是經過一次 不知為什麼的 大規模的 資本增值 或者有些人是 專業人士 高薪厚 有些家底 累積了 資本 才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即使你是有足夠的資本去做 這個現金流的投資 的策略 是不是適合 所有的市場 其實都是 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以過去香港幾十年的表現 雖然 在我們看到 可能97 或者08年的時候 市況 有些調整 甚至乎 大跌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講 其實都仍然是一個整體上升的周期 所以在香港 完全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用相同的方法 我們投資是一個 叫做持平 長期橫行 甚至是一些下跌的市場 就算當你 連續十年二十年 你都有利息受 但是資本持續去下跌 你怎樣去處理這個組合 或者這個組合 是不是真的可以 令到你一個更加好的生活 其實是非常之困難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我們譬如說擁有足夠的資本 希望透過現金流 這些 投資的方法 來去 確保自己的生活 的話 首先最最最最重要的根本 其實我們仍然都要選到一個好的市場 或者一些合適的股票 對現金流投資的方法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鑑於香港現在那個 即經濟環境 四大產業都見頂 經濟轉型 勞動人口開始下跌 在未來人口老化 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股票 這個市場未來 即是在說二三十年 能不能夠仍然 呈現一個 上升的周期 我自己個人都覺得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問號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人 你是專注在香港的股票市場裏面的話 這個現金流的投資方法 將來是否仍然適用呢 我個人覺得是仍然是美知之數 老實這樣說 如果你資本很雄厚 可能你一兩億 起碼 所處的市場 在上升的 上升的周期之中 現金流這個投資方法 可以提供一個不錯的回報 用回剛才的荔枝維 當可能大家有三千萬 收四來都八二萬 其實對於很多 中產的家庭 來確保自己的生活的話 首先最最最最重要的根本 其實我們仍然都要選到一個好的市場 或者一些合適的股票 對現金流投資的方法 其實是很緊的一件事 但是鑑於香港現在那個 即經濟環境 四大產業都建定 經濟轉型 勞動人口開始下跌 在未來人口老化 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股票 這個市場 未來 即是說 二三十年 能不能夠仍然 呈現一個 上升的周期 我自己個人都覺得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問號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人 你是專注在香港的股票市場裏面的話 這個現金流的投資方法 將來是否仍然適用呢 我個人覺得是仍然是美知之數 老實這樣說 如果你資本很雄厚 可能一兩億 所處的市場 在上升的周期之中 現金流的投資方法 可以提供一個不錯的回報 用回剛才的例子為例 當可能大家有三千萬 收四來都 八二萬 其實對於很多 中產的家庭來講 都足夠生活 但是大家不要迷信 這個方法是可以永遠 很合適地去用 或者是可以用在 所有不同的市場 因為 這個不錯的回報率背後 其實我們還要學習 找出 不同的方法去應對這個 信息萬變的市場 今天分享這個 現金流投資的方法 就講到這裡 希望講完之後 大家對於 有關於計算回報率 又或者適合什麼人 適合什麼市場 這個是會有一個 更加深入的認識 如果大家對於這方面 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歡迎大家提出 我們會盡量去跟進討論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平衡時空 萬赤高空 正經融通 投資輕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幫我 我們可以令 反應